- 耶! - 云震 安妞!我是安妮先生 又震 - 欧德的日 - 要用万里蟹做海市酱蟹 - 听说目前就是台湾的万里蟹季节 - 可是快结束了吧 - 所以这次我真的很辛苦的买到万里蟹 我覺得最近蠻多台灣朋友們 也對韓國的醬蟹有興趣 其實我也是一位醬蟹酸 在韓國的時候 在網上也有蜜餅餐廳 也有蜜餅餐廳 所以我在台灣也去韓式餐廳 吃吃看各種醬蟹 但是又找不到那麼道地的味道 這樣的話自己做看看好不好呢? 所以我現在 今天從萬利直送的 萬利的花蟹 如果他好多都要做 沒想到這一點 discussion 好多冰塊喔 先用挖掘這個冰塊耶 怎麼辦 targets 我知道萬利還有一種 我三點鮮 可是我買這個的時候 完全買不起來那個 其實這種生物骨鯨 才會不來喔 但是至少知道做醬蟹的時候 要用花蟹比較好吃 所以大家也是買胖蟹的時候注意喔 那做醬蟹的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是醬蟹的醬料的部分 那個的材料其實需要蠻多東西 還有要選對的材料 那這些台灣的外利鮮朋友們的話 先放著 因為要等一下這個冰塊融化喔 好 這樣醬蟹的材料都準備好了 那正式開始介紹醬蟹做法 之前大家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加入油井精靈 可以吃的話 可以知道更多好吃的韓式食譜 以及韓國美食的購買出 那首先介紹一下醬蟹的材料 這個燒粥 不是我要喝的 通常在韓國做這種很傳統的料理的時候 常常需要這種的 像台灣需要什麼米酒啊 同一個概念 然後這個就是 裡面放昆布的 一公斤為准水 需要 550ml 大廚大廚大廚子 大廚子三碗 大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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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韓國的 辣椒 馬乳 羊羹 檸檬 本來需要大蔥 但是我覺得青蔥也可以 因為我家裡剛好有青蔥 紅辣椒 或是你們喜歡吃很辣味的那種的話 也可以選 中陽果粥那種的也可以 然後生長 生長需要一點點而已 還有一粒一粒的 生胡椒 然後也需要砂糖 其實今天一種有點... 很難看 喝酒... 一瓶喝就行嗎? 一瓶喝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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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真的開始吧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直接煮 在鍋子裡面放這些 韓國的羊豬醬油 然後 泡 350 如果你們要做的 泡 分量更多的話 當然水和醬油的量也要更多一點 然後 喝酒 150 然後 少女 30 湯 我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湯 淋 我買的 三倍 濃稠 這間 濃稠的味道 香味的味道 所以 只放在焖油 就不太用 炒了 因為我買的 是三倍 所以我要加150 如果你們買兩倍的話 可以加200 再來就是 煮這個就好 煎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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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這個味道可能有一點苦苦的味道 所以用台灣的萬里蟹做的話 味道如何呢? 大家好奇的話一定要看到的喔 後面我也會告訴大家 韓國人的鄭重的吃法 醬蟹一定要這樣吃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只是我要洗的東西變多了而已 沒關係沒關係 不用半洗 然後接下來的步驟其實 欸? 蠻剛好的欸 怕自己消火喔 在這個狀態下 直接放這些蔬菜的材料就好 要等它冷卻 不能這個很熱的時候放醬蟹 醬蟹本身就是吃生的 所以千萬不要這個很熱的時候 然後直接放進去喔 絕對不行 那為什麼這些材料啊 不會煮直接放裡面呢? 因為這個已經是非常熱的狀態 這不是用水煮熬醋的方式 是直接放這些材料 然後它會自己熬出這個蔬菜本身的 氛圍啊味道 現在要處理我的螃蟹 那接下來要準備什麼囉? 剪刀 喔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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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重要的就是它的肚子這邊啊 這裡面可能有大便 要 擠一下 OK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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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忘記講 大家洗完後 放這個螃蟹的時候 它的肚子 白色的這邊 要往上 不然它的肉 等一下放的時候 它會流出來 這個 不對 這樣放著 對 그리고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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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柚子 这些草莓都可以放入柚子 这样 二分之三 所以第一天这样完成就好 但是 大家将写是要熟成 今天才能吃得到的 我们的架椅子 可以做的吗 那这次呢因为这个上层跟下层入味的浓度可能不一样 上层就少少收拾到的东西 现在下层就放进去 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次要放入锅里的锅里的锅里的锅里 就放入锅里的锅里的锅里 好 現在過五天了 終於可以吃韓國的醬蟹 那我們一起開箱看看 哇 已經很香了 然後等一下我會告訴大家 這個醬蟹怎麼處理怎麼吃 還有一些韓國在地人推薦的吃法 然後 韓國愛動也推薦的吃法 現在 切開箱了 好 瞳瞳 哇 現在內臟 然後這個的話 要再切一半 這個部分 切一半 這個部分 切一半 這個部分 切一半 你看 鞋肉爆滿耶 超爆好吃 哇 我覺得這個鹹度也剛剛好耶 如果配白飯的話真的是剛好的 很快要我配粉 好 那第一個韓國人的吃法就是 配韓國的海苔 然後芝麻油 白芝麻最珍重的吃法啦 很快要吃 這個 我們要再放一半 一半再放一半 哇 這是不太多 真多的 大臟 有香氣嗎 哇 超棒的 這個 切一半 這個 切一半 這個 切一半 因為這個醬蟹本來有一點鹹 不想吃太鹹的東西的話 把醬蟹放這個百分裡面的時候 不要放太多醬量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吃那樣的話 可以加蛋黃 可以加蛋黃 蛋黃乳酪稍微加醬 一起吃的時候 會比較少煮 配蛋黃的話 有點香醇的那種香味 更加分耶 我不可相信我自己做到 這種好吃的料理 意外真的完全沒有腥味 好好吃 還有我覺得這個醬料是鹹跟甜是各一半 所以也不會一直很鹹啊 我看不看不看不看 因為這個是香的螃蟹肉 跟煮水的那種 或是糖裡面的螃蟹 跟那些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非常入口激化的那種 好那下一個就是 這個是韓國的一位 愛豆花莎 推薦的一個吃法 就是配海苔餅乾吃 這就是韓國傳統的海苔餅乾 因為這個蟹肉 實際上吃的時候非常的軟 有一個缺少的口感 就是素脆的口感 因為這個非常的脆脆 這間是因為這個魚肉 我們就吃了一大塊 這塊肉 就吃了一大塊 就吃了一大塊 但是一定要買這個看看 這個味道 看不看 但是配這個鮮鮮的鮮肉的時候 超級搭配 這個已經是金箔給打泡 好吃 跟一般的海苔又不一樣了 我自己是覺得 在台北的韓式餐廳吃過的這樣鮮 其實比不上這個欸 我推薦大家準備一些很多種的配料 像今天我準備什麼蛋黃啊 海苔啊芝麻油啊 然後這個金箔吧 好 這樣我用萬利鮮做韓國的醬鮮 意外用萬利鮮做的這麼好吃 而且我覺得這次自己找到的一個食物是非常厲害的 如果大家在家有空的話可以做看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自己這次購買的韓國食材的資訊的話 可以加入郵禁的回問汁喔 後面汁不定期會分享給大家韓式餐廳 或是韓國食材購物處的資訊 所以趕快加入吧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影片是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趣的 可以幫我按讚的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記得過來我的IG602 Avenue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